无辜网球精灵张凯真去年因为受伤 一直到下半年才复住球场 下个星期奥网即将要开打了 这是张凯真复出之后首度挑战大满关赛 今天是张凯真的生日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祝福他顺利成功 我希望不管是在未来还是在奥网都可以有好成绩 1月13号过生日 网球精灵张凯真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热情祝福 下周就要前进奥网 张凯真也将带着这些祝福前进澳洲 重新挑战大满关赛 张凯真去年左手腕受伤开刀修养 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重新回到球场 他强调一切以健康为第一目标 我觉得受伤之后最大的挑战就是行程 就是比赛的行程 因为都要以健康为主 不会说让自己太累 然后以赞赶赞这样子 让自己很疲劳这样 张凯真能够成功走出伤痛 哥哥兼教练张立元扮演重要角色 陪着凯真走过将近一年的復健 哥哥说凯真现在比受伤前身体更强壮 心理更充实 我觉得这个过程反而是要让他变得更强 让他变更厉害 所以他这次回来的心还有头脑成熟度 都比过去还要再好多了这样 因为其实我已经把他链脑很强壮 已经修复好了 所以你就用力去打 就不用害怕这样子 但我也自己是觉得说 我附近的真的很完整 更注重身体的健康 心理上也更能专注在球场上 张凯真期盼2015能保持健康 四大满关赛通通不缺席 联合报系甘邦杰 邱彩薇 简子祥 台北报导